在家里边打卫生都打扫好了吧 对 打扫好了 衣服跌了吗 跌了呀 孙元金是济南市长青区 第二初级中学的一名地理课老师 与别的老师不同的是 他每天都会带母亲来学校 那个小姐来吧 母亲韩树芳71岁 患有二次海默病 随着记忆力的衰退 他经常记不起身边的其他人 但不会忘记自己的儿子 就是母亲对你的眼神 我能感受到对你的那种关爱 对 他现在是眼里只有我了 只有我 课堂上 孙元金全神贯注地讲着课 走廊上 母亲韩树芳 正打扫卫生 阿姨 您坐一会儿 行 三年前 孙元金发现和自己生活在一起的母亲有了异常 有一次做饭的时候就是把所有的做饭的这个程序全部都忘了 做了一辈子饭了 然后突然都忘了 您那时候有意识到出问题了吗 对 意识到出问题了 然后过个年来之后 就带着他去做他检查 母亲被确诊患有中度阿尔茨海默病 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的退行性病别 是老年期痴呆症最常见的形式 伴有记忆障碍 人格障碍 社会活动能力障碍等症状 到了2023年10月份之后吧 把我家里边的那个锅啊 壶啊都给我烧烂好几会儿 然后呢 还有几次差点发生火灾 并且是还经常走失 最长的一次走失的时间有多久 大约是找了一下午吧 一下午最后他自己打车跑回我老家去了 这是因为老家也找了好长时间才找到 这时候我叔叔说 你妈回来了你知道吧 我说我不知道 我找了她一下午了 围着小区找了她一下午了 他说 我其实特别理解子女那种状态 找了一下午之后再次看到家人 我还是非常的着急 就那次走失对你的影响很大是吗 是 就是那一次之后 然后我就一直在考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和很多患有阿尔茨海默病老人的子女一样 为了解决走失的问题 孙元金尝试过很多方法 那怎么办呢 一直走失的话 一开始也是想但是入个护工啊 或者是把她放到那个抗养中心啊 去找别人去照顾吧 但是我觉得母亲还是需要多陪伴陪伴吧 对她的病情可能有所监管 中午回家来吧 中午 晚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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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阿尔茨海默病 毕竟还有孩子要养 老人也要靠我养 所以说我没有勇气去辞职 就是专门来照顾我母亲 我特别能理解 因为对于工薪阶层来讲 这种家庭的重担 其实挺难的 是 你想我们夫妻两个都上班 孩子都去上学 家里把老人一个人放在家里 确实也很孤独 在孙元金的记忆中 母亲善良能干 14岁那年父亲早逝 之后母亲成了家中唯一的顶梁柱 那时候你能感受到那种压力吗 母亲的压力 其实家里的那份压力 当你不为人父母的时候 你是体会不到的 像我在之前报道当中说过 人家都是交的成百的钱 我拿去的全部都是十块五块的 就是这样 我交的学费基本上都是三朝 因为当时就是卖奸命 母亲在外面摆摊 我母亲是在家里边摊奸命 我奶奶去卖 去卖 其实母亲用她自己的 当时的仅有的那种能量 在撑起这个家 撑起可能你的希望 是 我很感激的 大学毕业后 为了照顾母亲 孙元金特意选择到 离家不远的一所学校教书 再后来 她掉入济南市长青区 第二初级中学任教 她把母亲接来一起生活 一家人其乐融融 然而 让孙元金意想不到的是 母亲患病 一家人的正常生活被彻底打破 那是当时最难的时候是在什么阶段 最难的时候就是我母亲离家出走 这个一方面 学校里还有 还有这么多学生 我不可能把学生放下之后 就去找她 所以只能是打电话通知 亲戚朋友到处去给我找 但也不能一直麻烦亲戚朋友 对 所以说 最后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我才求助学校 我说能不能先把我母亲 带到学校里来 2023年10月 孙元金向学校领导 讲了自己的难处 提出想把母亲 带到学校照看的想法 她就把这个情况一说 我说这样 我考虑考虑 为什么没有当时答复 因为我母亲也是老年时代 比她母亲的情况 目前来看还严重 我知道 同样是老年时代这种症状 但是每个人的表现 它不一样 如果是我母亲 我是不敢让她来的 因为她好说 好和人聊天 经常性的可能会打叫到别人 说我有这个担忧 后来我到她家里去看了她 去看了以后 发现这老太太很安静 我觉得在这点上 我就有了几分的底 后来 学校领导班子集体开会研究 同意孙元金将母亲带到校园 但您不担心一些家长会认为 老师这样的话 在学校里照顾自己的家人 那对自己正常的孩子的教学任务 会有影响吗 没有幸福的老师 就不会有幸福的孩子 制度背后 它是有 是有人性在里面 是有温情在里面的 我要想让我们的老师看到 在这个学校里面流淌着 或者尽人的一种人性的光辉 说的简单一点 我们山东人说 有点人味 但最后代价是要你作为校长承担的 是 我说如果真的要付出代价的话 我愿意去承担这个代价 后来我跟他说你试一试 当然我并不是说他试的过程中 你自己管就行了 我不管了 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是安排干部 要在他的周围观察 同办公室的老师都关注 尤其是盯住民口的保安 因为二次要是值班的 如果发现这位大妈 就怕走失 对 出入的话 一定要拦住她 就是我们实际上 做了很多的工作 好 先做个饭 这刚才是薛老师给的水果 吃了饭 饭 饭 你整点热水 在学校的支持下 孙元金尝试着将母亲 带进校园进行照顾 您能够讲讲第一天的那个情景吗 第一天来的时候 我妈本身她就不是爱社交的那种人 老师往角落里 没人的地方去跑 之前的时候 进办公室她都不太爱进 她也怕见同事 见学生 对 对 随着对环境的熟悉 渐渐的现在 还很喜欢到这儿来 跟学生们也能聊几句 跟我们的同事也能聊聊天 让孙元金感到高兴的是 母亲逐渐适应了校园生活 校长马勇也观察到 这位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 并没有给学校带来麻烦 那么经过了两周三周的大概时间 发现没有给学校带来什么不好的影响 她那种安静 后来我就给她 孙老师说 我说这样 老人老闲得不好 你这样 你让她扫扫地 擦擦地 不会干什么活 就是让她有点事做 没想到她特别愿意去干这件事 她怎么说呢 她说这个行啊 我特别喜欢干 勤劳了一辈子 从来都闲不住的韩树芳 心仍接受了新任务 我愿意干活 我觉得您精神状态也好很多 我这也不好 真比那强多了都好 我都说这时候呢 这小孩儿看着 学生看着我都挺亲人 都挺好 都奶奶唱奶奶团的 他很开心是吗 对 之前上就是老是爱发脾气 有时候一句话不对 她就发脾气 现在回到家之后 脸上也有笑容了 状态也很好了 我感觉比那个要笑要好得多 自此以后 校园内总能见到韩树芳忙碌的身影 学生们亲切地称她为勤劳的奶奶 也总能见到孙元金贴身照顾母亲的温馨场景 她现在的这种病情可能真的就像孩子一样 是 给我的感觉可能就是三五岁的致力 也就是小时候母亲用她的能力来抚养你 现在是反哺的时候 是 是 突然就感觉母亲一下就老了 需要我来照顾她了 就这样 孙元金带着母亲上班成了校园内独特的风景 孩子们看到这种状况也是很受感动 家长能觉得这是给孩子上了很好的一课 你会觉得孩子们能感受到什么吗 他最起码能感受到去爱别人 现在通过我这件事 我觉得对他们也是一种爱的教育 尤其是我教的几个班的孩子 有时候就从家里边带点好吃的 给我爸带过来 就他们也能感受到你们母子的那种爱的传递 是 有的家长给我说 我儿子经常回来给我说 妈 等你老了之后 我也要把你带在身边 我觉得挺感动 现在 在孩子们眼中 孙元金老师有着两种不同的形象 课堂上他是一位负责的好老师 课堂外他是一位孝顺的儿子 哎呦 谢谢 谢谢 他们都认识你 都认识你 你的学生是吧 有跟他太远说的 是吧 在学校同时吃的习惯吗 和母亲朝夕相伴 并且看到母亲的状态有所好转 这都让孙元金感到幸福 然而也有让他担心的事情 我的事情报道之后吧 社工他们专门从事这个 像这种失智型的老人的这个 陪护 他们就 我问他们 我说就像我母亲这样 能来我们学校 我这样能陪着她 我说能几年啊 他们说可能 依他们的经验 可能也就两年左右吧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这个东西是不可逆的 这个病 随着病情的发展 可能行动能力也会在下降 失去这种自理能力之后 可能把母亲放到这种抗养院里边吧 也是最后的选择 其实对你而言 现在在学校里的陪伴 可能也是有限的了 确实就是在倒计室 我也不清楚 到底是两年还是两年半 还是一年半 确实心里想想也不是滋味 能陪伴多久是多久吧 至少我觉得现在她的生活是幸福的 我是满足的